这样随处吞云吐雾的景象 也许将不复再见 延续前任保守党政府无焉世带思维 力求兑现选前承诺 英国共党政府正在眼里 更加严格的户外禁言令 根据禁令草案 从酒吧和餐厅的露天区域 或店外的人行道 到体育场馆 医院及大学外 还有游乐场 小型公园 都是禁烟区域 消息一出 酒吧业者哀鸿遍野 还没从疫情中恢复 又受到高涨的能源成本 商业税率和啤酒税影响 2024年上半年 酒吧破产成长达到56% 平均每个月有80家关门大吉 一旦连在酒吧户外抽烟都禁止 恐怕再度重创夜间经济 此外英国酒吧往往不只是 饮酒作乐的地方 更是公共对话促进理解的场域 在维护人民健康的同时 恐怕也需要更加审慎评估 户外禁言令可能造成的冲击层面 靖新闻独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靖善靖美 靖好新闻